随着我国人民的经济条件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现在人们的休闲方式也是越来越多 开车去旅游便是现在很火的一种休闲娱乐 而眼看马上就要到中秋节小长假 以及国庆节长假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旅游计划安排 不过这种假期出游 唯一的不好就是人太多 车也多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一放长假 到处都是穿业的汽车 成都人是不是很有钱 为啥放假去旅游到处都能看到穿业的车 首先成都这个城市不管大家有没有去过 肯定都听说过 毕竟当时一首成都也是火遍了祖国大江南北 让多少人都对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充满了期待 而成都作为四川的省会 是我国西部的中心城市 不论是经济发展还是城市的文化底蕴都是非常好的 因此成都的人虽然不敢说是很有钱 但至少平均的收入水平是不会低的 成都人的平均花多少钱在玩上 为啥放假到处能看到的是穿业的车 当然大家总能感觉一到长假到处都是成都的车 也确实是因为成都人喜欢休闲放松 出门游玩 不过我认为有没有钱倒不是最关键的原因 主要还是因为成都人的生活态度 成都人的生活节奏虽然不算特别慢 但是绝对不快 因为成都人的生活态度就是喜欢享受生活 有一种保持放松休闲的态度 所以成都人才会都喜欢趁着假期开车出去旅游 其实在这里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这种享受当下生活 保持休闲 放松心态的生活态度 希望以后长假不是到处都是成都的车 而是哪的车都有